欧盟表示,来自27个会员国的大使已经批准了放宽疫情安全国家的提议,并且允许来自其他国家的游客入境。前提是这些旅客都必须是安全接种过疫苗。 至于疫情安全国有哪些,目前已知有7个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以色列、纽西兰、卢安达、新加坡、韩国、泰国与中国这些国家的游客都可以自由往来欧洲,且不论是否曾经接种过疫苗。 虽然已经有知情人士外传,第一份公布名单上不会出现美国,不过欧洲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指出已经完全接种过疫苗的美国人并不会受此限制。 另外,英国仍然有机会争取成为符合新标准的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欧盟至今只批准了4种疫苗,分别是辉瑞、莫德纳、嬌生与AZ疫苗。